妈 我回来了 演唱会完了 哦 完了 你去看演唱会是跟男生去的还是女生去的呀 女生啊 不对啊 是男生吧 你为什么 你的男票是两张 如果是女生的话 人家不会给你 会留着自己做纪念吧 现在是7点 演唱会5点结束 我们再饭后才会 是不是想说你还没有吃饭 要出去吃点东西啊 没有啊 拿来我看一下 快点 密码 不记得 密码是字母 林俊杰 应该不是拼音 对吧 5一部全还在这唱唱唱唱 8一部全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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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小男朋友就在下面吧 等我们一起去挑一挑 他俩 谁是你的小男朋友啊 以为不说话就没事了 我只问你们一人一个问题 你是军军男朋友吗 我不是 你俩说的是真话吗 我们总有一个人说了谎 小伙子敢骗我 妈你凭什么说他骗你 如果他说的是真的 那么他们两人总有一个人说了谎 因为他说的是真的 所以说谎的就是他 那如果是他撒谎的 他撒谎的话 那么只有两种可能 他们都说的是真的或者都撒谎 因为他已经撒谎了 就只剩他俩都撒谎之一种 所以他也在撒谎 小伙子 要追我女儿 要先破我这一关 好好的阿姨 你恋爱吗 没有 女儿 别想偏 证据呢 铁证如山 这是你小姨昨天发给我的 我查了你的消费记录 你们一起先去看了电影 又在一起吃了饭 你们还买了新衣服 这张照片拍摄于12月25日 等于7天时间 你应该今天才回来 昨天 你去了哪里 照片有PS的痕迹 的确 你们这些小年轻发照片都会皮 这反倒成了你的借口 那这个呢 这是在你帮里搜出来的 车票到达时间 说明昨天 是 我昨天已经回来了 我是找小美去了 没有约会 不到黄河不死心 妹妹 把昨天军军去电影院 饭店 服装店的视频 全给我吊出来 姐 有点不对 我先带给你 怎么是小美啊 妈 这也相信我了吧 这些照片虽有轻微PS痕迹 但绝对不可能是合成的 军军这么聪明 怎么会把回来的车票轮在包里 25号 时间 时间 给我24号这几家店的监控 姐 已经被删掉了 军军了 要半时间 从一开始 就让我以为你是25号 你们那小子确实去过电影院 餐厅也买过衣服 但实际上是24号 但你没想到 那小子大意发了微博 你知道我的天网系统不剪刺到你的脸 所以24号晚上停电 是你的 你为了不让我在电脑上看到照片的时间是24 所以故意把照片发给你小姨 因为小姨揭发你 让我先看到你小姨发过来的照片 而那些照片上面的时间也得修改成25号 先入为主 不错 这还不够 你为了证明照片是批的 就必须有原作精彩 所以你约了小美去的同样的地方 同样的位置做了同样的事 这样你的证据变才完美 才有资格反应 你说的一切 只是猜测 唯一的证据在刚刚被你销毁 天网系统一旦检测到会自动下落 而我刚刚给你电脑的时候 你也顺带删除了照片的记录吧 好一个完美认为 这次没有证据 我就先放过你 不过 你还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